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有我 我在没有修佛之前 这个其余不知道找多少 喜欢开玩笑 喜欢挖掘别人 年轻的不知道 有意无意得罪很多人 以后造成很多障碍 学佛之后 才明了 那个时候 口有口气 自己不知道 是一个老居士告诉我的 福州人 年岁至少大我二十岁 父亲辈的 他常常来听我讲 我们在金北 建了一个图书馆 那是我讲经第二十年 我讲经二十年 才有一个小道场 这个老人跟我很熟 你听我讲经也十几年了 我们这个图书馆建立的时候 他来看我 告诉我 发思 你也长小了 我什么也长 口味道没有了 他说以前有 我们都不好意思说 你这个讲经二十年了 这个功德 这也长小了 没有了 自己不知道 年轻 没说佛的时候 在公家机关上班 职位虽然小 喜欢个人开玩笑 喜欢挖苦人 所以 强词多理 所以 我有一点变才 没有理由 我会说出一套道理 他也对我无可奈何 干这种事情 当时是有快意 不知道 这罪过很重 造成以后的障碍 别人什么 记恨你 嫉妒怨恨 有机会 他就报复你 找麻烦了 那真的要吃苦头 从哪里接的 不知道 就是平常开玩笑 那么这也是一般 读书人 都有的毛病 好神 真便当中 好神 这是第一个 我深深感受到的 我深深感受到的 就像我一样 我深深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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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